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台东地区 不过针对老农津贴加码政策急转弯 本来的三一六元 现在呢就跟民进党一样 就是要加到一千块钱 农委会是由副主委召开记者会说 乐观其成 那么这对主委来说 简直是打了他一巴掌 因为之前呢 他就讲说 民进党讲那个什么 就是三一六元 就是一天一颗乳蛋而已 那一千块不过多个乳蛋 好 这样的乳蛋说呢 那么现在面对自己的执政党 这样的一个加码 也让他颜面无光 透过手机视讯 人在台东关心农业灾情的 农委会主委陈武雄 也要关心政策 但却绝口不提急转弯的老农津贴 因为他曾为了反击民进党 一千元老农津贴版本 还扯出乳蛋说 三百多块一颗乳蛋 那一千块就是三颗乳蛋 真的糗毙了 因为真得买三颗乳蛋 因为政院大刀一辉 从原先的三百一十六元加到一千 农委会一年将多支出预算八十二点四亿 若再加上其他农业补贴经费 算一算一年的支出高达八百五十七点三亿 但这钱从哪来 调整 兼顾到我们老农的福利 还有制度的建立 同时也兼顾到公平的正义 所以农委会非常乐见 能够加强照顾老农 起初乐观其成 政府官员有信心成国一百零一年 但从民国一百零二年开始 各部会得勒紧裤带节省支出 原本陈武雄信誓淡淡批评绿营一千元老农津贴 就是要引发族群对立 还来个乳蛋说 如今该为政策辩护 却让副主委替他擦屁股 三立新闻综合报